香鸡排 香鸡排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夜市小吃 如何做出外酥内多汁的炸鸡排呢? 一起来动手试试看 准备的材料有 通常市售的炸鸡排呢是带骨的 但是因为家中有小朋友吃带骨的不太方便 所以我选择的是去骨的鸡胸肉 一片大概是200到250公克 买到比较小块的也是可以 就是炸出来的比较小块一点 是否带皮呢?也看自己的喜好 带皮就是油香味比较足够一点 我们把鸡胸肉对剖不切断 这个是小片一点的鸡胸肉 做出来的size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好吃程度还是一样的 200公克以上的去骨鸡胸肉还是最推荐的 因为肉够厚实 可以做出外酥内多汁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把鸡胸肉拍松 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希望之后鸡肉可以吸附更多的酱汁 所以不要拍过头啰 肉片过薄 口感反倒不好 今天我运用啤酒来腌肉 除了可以让肉质更嫩更多汁以外 跟蛋白质结合产生接近奶油的香气 非常适合拿来腌渍肉类 真的没有啤酒的朋友也可以运用米酒或是清水来取代 加入所有的调料混拌均匀 盐的部分可依口味轻重自行微调 五香粉可用市售或是参考我自制五香粉的视频 建议冰箱冷藏腌渍入味至少12个小时 混合两种粉料成为榨粉 糯米粉有稀湿的作用 可以造成更酥脆的口感 真的不想加呢 就单纯使用粗颗粒的地瓜粉或是番薯粉就可以 腌渍完成 肉片取出后 均匀的沾上事先混合好的榨粉 按压一下 让粉更附着在肉片上 重复这个动作 二到三次 将多余的粉抖落之后 静置五分钟回炒反炒一下 粉在煎炸的时候才不容易脱落 我今天使用Aroma Dove Wear系列淘锅 因为耐高温保温效果加 比较容易稳定油炸时的温度 锅中放入适量的冷油开始加热 我放入大约500cc的玄米油 加热至摄氏160度左右 建议新手呢还是买个油温剂来测试比较准确 用粉测油温的方式需要经验的累积 新手比较容易有误差 下油锅之后 鸡肉表面粉料炸定型之前 请勿随便移动 粉料固定 颜色稍稍上色之后 我们就可以翻面 稍微再炸一下 两面都呈现淡淡的黄色 就可以起锅静置一下 再看一次 一样维持油温摄氏160度左右 炸至表面粉衣固定 表面呈现淡淡的黄白色 翻面再炸一下 产生大一点的油泡之后 就可以起锅 起锅之后在一旁静置一下备用 捞出油中的杂质浮沫 再次将油加热至摄氏170度以上 回炸鸡排的过程呢 我们称为抢酥 透过这个动作 可以逼出多余的油脂 让食物的外表更酥脆 两面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起锅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点个喜欢 想要看到更多的影音食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梦幻厨房在我家 也可以在你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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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